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講師AK 那今天我們要開始進入到有關於怎麼樣開始做設計的一些技巧 那今天要提出來的一個蠻快速、方便 符合我們所謂的商業效率的一個設計方法 那這個是一方法叫做剪影造型技法 那我們可以看到目前老師這邊開了一個網頁 主要讓大家明瞭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平常在畫圖的時候呢 其實當然就是會去必須要在一張白紙上面 去進行所謂的空間跟面積上面的一個切割 那其中來講的話切割最明確的一定會是黑跟白 因為這兩個東西是一個極端的對立 那當你今天如果完成了白的部分或黑的部分的時候 那麼所謂的外造型 也就是說一個人物的外輪廓的形象 它就會很直接的體現出來 那這時候有一個關鍵就是 我們其實透過剪影的時候 我們仍然可以認得出來那個東西會是什麼 那它另外一個好處是說 我們今天在做設計的時候 很多的一個初學者會有一個壞習慣就是說 我可能今天會想要從一些細節開始去著手 比如說我可能先畫眼睛呢 先畫鼻子 先畫嘴巴 但是當它的一個設計的一個概念跟邏輯 還沒有這麼完整之前 它急著去做很多的細節的部分 那其實可能就是 它最後銜接起來之後會發現整體的造型 並沒有理想當中的這麼樣的漂亮 那都是很可惜的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是我完全不管裡面 像目前這樣子 我就是單純就是把外面的剪影去做出來 那可能就是說在思考跟判斷上面來講的話呢 第一個省時間 因為你不用一直去想說裡面應該長什麼樣子 外觀的形象你能夠做對了 那麼其實你會發現到 外觀的部分如果畫得好 它就能夠塑造出來一種很有魅力的樣子 那裡面的部分呢 無論你在怎麼樣子去畫 都不至於說會畫得太糟 那接下來我們就實際進入到 Photoshop 的部分 來為大家做示範 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做畫呢 先開一個透明圖層 我這邊會拆開來去做 第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想要先把人物 因為我今天主要的一個目標還是說 希望就是能夠畫一個漂亮的正妹 然後為題材 然後去發揮的一個精英的角色 那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打算先來做個它的裸身 就先把它的一個肉身身材的部分做出來 裸身黑影 然後再接著我們可能要調一下筆刷 所以把筆刷面板叫出來 那我們這邊在做的時候呢 有一個要點 就是我盡量會要選擇是用銳利邊緣的筆刷 那再接下來的話呢 針對這個筆尖形狀的內容的部分 我們會把它的間距調到是1 也就是讓它的邊緣幾乎都是沒有空隙跟接縫的 是完全緊密的 再來的話點到筆刷動態的部分 那在此的話呢 我們就將這個大小快速變換改成筆的壓力 筆的壓力 那其他的東西都可以關掉 就不用管它了 好OK 那像這樣子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畫一下 好的就是大概要像這樣的效果齁 因為你如果說你的邊緣是模糊的話 那今天它的那個你在抓筆影的輪廓的時候呢 就不會那麼的清楚而銳利 那看起來當然就比較難判斷就是說 它到底它的一個影子 塑造出來的一個造型是長怎樣 那我預計就是說 我可能今天要畫出來的一個人物的大小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頭部大小 那因為是畫剪影而已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畫得很自由 你不用說太拘束於 你今天你畫出來 它要非常的 內部的部分要做得很精確了 比較重要的部分可能就是說 我今天用筆刷去勾勒出來它的身體形象 那當然有時候我們還可以更偷懶 怎麼偷懶法呢 例如我們可以使用套手工具 然後你可能就用油漆筒嗎 或者是說用填路前景色就直接填進去 那我們現在先不用管說 我現在這個剪影畫的好看不好看喔 因為我們晚一點呢 我們還可以用橡皮擦再去重新把它去修正跟勾勒 那這也是一種很另類的做法啦 其實在國外來講的話 他們在設計角色的時候 這種方法也行之有年了 因為其實做起來速度很快 那我們剛剛也一直強調就是說 你今天外輪廓好看 那麼你的作品最後完成之後呢 你裡面不管怎麼塞東西進去 那它才都會跟著好看 那大家可能會發現到 我這邊並沒有特別先把這個頭髮的部分加進去 那這也是一個關鍵 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這個人物的設計的時候呢 髮型也是會影響到你的外輪廓的 那因此一開始我既然是做裸身的部分的話呢 我就覺得我可能先不會去想要把 頭髮的設計直接帶進去 也許我給人家可以再做分層的方法 然後再另外再做處理 我現在先主要專心的把人物的裸體的部分 畫到精確就可以了 只有黑色跟白色的時候 其實我們人在判斷這個圖像的美感的時候呢 因為少掉了很多的外在資訊去做音像 那麼其實反而判斷會更加的精確 那當然你在用這個方法練習之前呢 如果你已經有比較熟認所謂的人物骨架的時候 那當然你畫起來的時候呢 在畫剪影的時候它會更加的有幫助 它會變得比較簡單些 像這種東西我們有時候畫手指 你可能就會擔心說 哇我這個要畫出來很精確的透視感 那一根一根這樣畫好困難 可是當你見到剪影之後你就會發現它變單純了 因為你今天就是塗黑 然後你可以從外觀判斷就是說 這個東西到底像不像手指啊 它這個架構看起來到底有沒有那個應該要有的樣子 你會發現它判斷起來 比起你直接畫 它來得更容易 有沒有 它就是遠遠的你這樣看 欸有像 然後仔細看那個剪影 跟你以前以往看到過的人物的形象外輪廓 有沒有一樣 如果不一樣那當然就是可能有點問題的 盡量修的好看 那當然我們要適當的拉遠拉近 有時候也要判斷一下這個到底 股價啊 比例啊對不對 喔 只要靠一下 還好 還好 是 有時候也有時候要拍照 我會看到它 對 如果可以拿著那個 好的,那在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為這個裸身的部分 來做一個描線的動作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是再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把它命名叫做裸身的線稿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筆刷跟橡皮擦呢 也稍微改變一下它的型態 除了筆刷動態這邊之外呢 我們有這個粗細的變化 那我們再把轉換這邊呢 用這個流量快速變換 把它改成筆的壓力 那就比較有輕重線的樣子 那當然像是橡皮擦的部分的選擇 那也做一樣的方法 那我們現在這邊可以看到就是說 已經把裸身黑影這邊的不透明度 有稍微降低一些 那讓你在畫線稿的時候呢 能夠比較方便 可以看得出來比較清楚的樣子 你在畫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不用說非常的按照原本的陰影的部分去做勾勒 因為主要它是幫你先架構出來一個人物的體態 那只要它的一個外觀外型 看起來是順眼的就OK了 有時候可能你黑影有漏掉一點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 其實你可以就是在利用這個勾線稿的時候呢 去把它大致的補起來 其實也蠻有 蠻常有同學就是會問老師們說 這個 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怎麼樣子能夠把那種拉長的線畫得好看齁 齁 你要可能要深呼吸 屏住氣 齁 然後你再一口氣滑下來 有一些地方你會發現到我可能不要放掉齁 像這個什麼腳趾腳長的 那會放掉很簡單 因為等一下衣服一穿你也看不見 所以 你有畫出來一個樣子 畢竟我們講求的是快速設計嘛 齁 所以 你能夠去把設計的型 表現出來有趣的樣子 那是比較重要的 最終你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你期望你要做出什麼東西來 再針對那個東西去把它 畫出重點齁 那才是我覺得在做設計的時候 比較關鍵的事情 CX5這邊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終於可以轉子啦 那轉子這個動物來講的話呢 在 CX5這邊你就是按 R 按R鍵 當然你必須要先有一個夠好的硬體啦 就是可能你今天你的顯卡 必須要是讀顯 然後要有支援這個OpenGL的一個功能 那你才能夠開啟這樣的效果 不然的話是沒有辦法的 就像是要看得到 快速跟它 也不算是有 在這個 彎曲變形也非常好用 尤其你要修這種比較 圓弧狀的東西 其實好啊,你可以在那邊跟他拚個兩小時,慢慢畫到OK 當然是可以啦 啊可是像有時候 人都是懶的 你能夠怎麼樣子畫出來 感覺OK就好了,比較重要 其實像在畫人物臉部的五官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 你可能畫一畫的時候 外輪擴架已經決定好了 那麼要判定這個人臉頰部分的內容就比較容易 那我們就是可以直接從頭頂到下巴這邊,我們直接取一半的距離 那麼這邊這個地方也就是我們眼睛的中線 那麼就可以先把眼眶的部分呢,大致的勾勒出來 那我今天希望他可能是一個比較 看起來比較開朗活潑一點的 的一個女孩子 所以眼睛可以把他勾勒的範圍比較大一點 那再來再沿著臉部的中線,也許把鼻子的部分勾出來 其實我們人的臉部如果要以線條然後來作為這個明暗的判斷的話 主要最深刻的部分 一般會有三個地方 一個地方是眼睛的上眼睫 上眼睫的部分通常都會是最深的 因為直接眼皮可能通常都會擋住一個正向光或上面來的光 就頂光的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到很多漫畫家在畫下眼睫的時候他們是會比較忽略的 那再來除了眼睫之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像鼻孔 跟 嘴巴的開口布 尤其是嘴角的部分 嘴巴的那都會是我們主要 顏色色彩 或者就是力氣感線條勾勒的比較重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